欢迎来到东方网 本频道客观理性地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 欢迎订阅 上一期关于中国海军003型航空母舰福建舰的节目 我们报道了福建舰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即将开始海事 这期介绍福建舰的舰载机 003型航空母舰的主要舰载战斗机 是歼35隐身战斗机和歼15T重型战斗机 先说歼15T歼15T是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 事实上因为美国海军的F14重型舰载机早已经退役 而现役的FA18舰载机属于中型舰载机 而俄罗斯海军的苏33舰载机是华越起飞 而且航电系统落后 而且俄罗斯海军计划把苏33换成米格29中型舰载机 所以弹射性的歼15T 将成为世界最强的四代半重型舰载机 歼15舰载机 源自前苏联空军的苏27重型空中优势战斗机 配备两台大推力的航空发动机 歼15的设计参考了俄罗斯的苏33舰载战斗机 值得提到的是最初歼15研制的时候 乌克兰提供给中国一架苏33舰载机的原型机 以及大量的设计资料给予歼15的研制很大帮助 歼15舰载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32.5吨 歼15的滑越起飞型 装备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空母舰上 但因为是滑越起飞 歼15的滑越起飞型不能以最大起飞重量满载起飞 载弹量和航程大大受限制 按照在航空母舰上的短距和长距的不同起飞点 实际作战载弹量只有一到三吨 实际作战半径只有600公里 和弹射起飞的舰载机比较 滑越起飞型的舰载机的战斗力要弱很多 而歼15战斗机的弹射型歼15T 可以满载起飞在载弹量和航程方面 比滑越起飞型有大幅度的提升 歼15T的载弹量可以达到7吨 作战半径可以达到1200公里 歼15T比美国海军的F-A18舰载机更重 在航电系统方面 歼15T预计会使用歼16战斗机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演射平面显示器 前视红外探测系统等等 有这些改进 加上苏霍伊系列本身的高机动能力 歼15T成为一款强大的四代半的舰载战斗机 下期将介绍003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将搭载的舰载战斗机主力 歼35隐身战斗机 以及歼15T和歼35的作战任务配置 请订阅以获得最新资讯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